2021年4月 台湾经历了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当时部分县市都还实施了分区供水的措施 然而在台南的七谷一处废弃延场 却因为干旱的关系 出现了令人惊艳的奇特景观 经过了第一次的勘察 决定在这里创作了 为了让这次的摄影计划能有效率的工作 如何取景要用几张来揭图 哪个视角适合早上拍 哪个取景适合下午拍 都做出了完善的规划 不过这时候却传来各县市 纷纷开始降雨的消息 于是隔州带领着专业空拍团队 再度到台南七谷来进行拍摄 当然这一天一定是一整天出太阳 气象预报说的 清晨三点出发 大约七点左右就到台南 可是到了现场才发现 地貌已经跟上周完全不一样 白色的结晶岩面积变得少了许多 应该是这几天下雨的关系 心情多少有点受到影响 当我们将设备组装完成时 却居然开始下起了大雨 这雨一下就是两小时 心情也跟着荡到了谷底了 眼看着所有的计划都已经走样 心里想 干脆就别管这些计划了 当下我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拍 以扫描式的拍法 先将整个地貌清晰地截取下来 回到工作室拼接之后 再来做不同的取景隔放 在等雨停的期间 我们用电脑模拟了单张素材的拍摄面积 同时来换算整个地貌 需要用到多少张素材档案 于是雨一停 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新计划 在忽情忽语的天后下 终于收入了整个地貌的所有素材 也是因为天后的关系 让整个后制拼接过程变得十分困难 在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是很难想象最后拼接出来的结果 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透过空拍机的无线图传 当下我们只能看到长镜头下的局部视角 也就因为如此 在作品制作过程中才慢慢察觉到 因为那场雨 反而制造出许多意外的细节 最后我从这张巨大的圆档中 隔放出140张大小尺寸比例不同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这样的做法 我想传达的是 每一个取景都有自己的特色 也可以有自己的故事 甚至于可以不同程度地影响着 或改变着我们 但它们都只是全貌中的其中一块拼图而已 这块土地是上帝的创作 借由这块上帝的画布 来呈现我个人的观点 同一个事件中 所延伸出不同的看法 就像取景一样 无法互相取代 但却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人生中碰到的各种观点 不也是如此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